好 我们今天来介绍一个剪裁则色片的建立 像这张一图 这张图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其实其实只有很简单几个步骤 我们只是一张白纸 然后画上一些用笔刷画上一些黑色的 随便画一些图案 然后再放一张底图就可以出得来 那怎么做呢 来 我们从头开始做给各位看 你先开一张空白的图档 开了空白的图档 Copy一张 还是一样 我多按了一下 Copy一张 然后我们就开始 拿一些笔刷开始画 比如说你随便画 然后换个笔刷 好 假设是像这样的一个 我们随便画了一些东西在上面 那你要想办法把这个白色区别去掉之后 只剩下这些有颜色的部分 当然方法很多了 这个就是随便的区别 那我们今天选一个简单一点的方法 用颜色选去范围 像这样 我大概就出来了 你看我用百分比较百分之六 你可以调第一条 随便你调了 大概这样 选出来之后 注意看它的这种蚂蚁虚线就出来了 玛蚁虚线出来之后 按这个 再按滑鼠右键 拷贝图层 结果出来 结果出来之后 我们把这个关掉 你会看到一个 你背景是空白的 就是你已经把它去掉了 只剩下这些图层 只剩下这个 我们刚刚有笔刷画的 这个部分 那当然你看到这个 去背也可以说 你直接用魔术相机 差很多 这个工具很多 我现在只是用一个 颜色选取的范围 这个东西 然后呢 再接下来要怎么做呢 我们开一张底图 随便拉一张底图过来 放上来 我把它放横的好了 按确定 然后再用移动工具 把这个变形控制钮 把它打开 能够把它整个cover住 好 按确定 OK 这个关掉 现在这张怎么到这个上面来呢 请你按着它 按着这个部分 按着 按滑鼠的右键 这边有一个建立剪裁遮射片 你按下去 你注意看 你按下去 它就有一个箭头朝着 指着它指 就是说 它这个地方 把它 刚刚的黑色部分 镂空 它透过来 就等于是 这一张是一张遮射片一样 其实原理很简单 它就是变成 它是一个遮射片 套在这个上面 出来就是这样 所以 这个方法 各位灵活运用 其实在修图的时候 可以常常运用到这个东西 或者是你在做美工设计的时候 常常会运用得到 或者是比如说 我现在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假设我们现在 再开张图障 我是写一些几个字 假设我们随便写几个字 那字放大到200 400好了 我写一下 我们写一个test 把它移动下来 一样把这张图再拉过来 转过来 好 横的 好 OK 好 注意啊 这个字 其实英文字在 你打上这个字 在Photoshop里面 就是一张 在空白图档里面 用黑色的字去写的东西 所以它会出来 效果就跟我们刚刚一样 你要建立简单的词试片 你看它就出来了 对不对 这个字就出来了 所以你在美工设计上 要灵活运用这个东西 在修图跟美工设计上 都可以灵活运用 我刚才讲了 你打上这个字 其实字体就是一张空白的图档 打上黑色的字体 所以这种建立简单的词试片 它的作用 就是在一个 黑色的东西 物体上 把它变成一个 词试片 透过这个黑色的部分 把它显露出来 所以我们刚刚做两个东西 都是用这种原理在做的 各位可以试试看